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八月二十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韓英 首先來關心的就是柬埔寨的詐騙事件 頻傳 中國這個時候表示說能夠提供 台胞協助 積極來解救 外交部長吳釗燮就批評 這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遺毒 中國詐騙害臺灣 國人受害 說法是值得商榷 另外Youtuber Bump 因為協助詐騙受害者返台 怒僻 外交部都沒有在做事情 吳釗燮也提出三點回應 表示該譴責的是詐騙集團 不要為難基層 吳釗燮 給我一個交代 Youtuber Bump 在協助陷入杜拜詐騙陷阱的 林姓男子返台時 更上外交部 痛批住處 沒有協助護照申請 沒有在做事情 外交部長吳釗燮二十號首度出面回應 提出三點聲明駁斥 認為同仁都依規定 處理 不該為難基層 詐騙案件頻傳 柬埔寨依舊有國人受困 行政院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不過由於我國在當地並沒有代表處 中國外交部此時表示正積極協助 國台辦更說 台報遇到困難 可以聯繫中國使館 吳釗燮反批 就是中國詐騙害 柬埔寨的這個事情 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這個遺毒 那中國的這個詐騙集團 害得我們的國人受難 中國外交部的這個說法 應該是值得我們國人來共同商榷的 柬埔寨詐騙事件延燒 柬埔寨內政部長表示 當地警方已經拘捕 數名人口犯運的嫌犯 救出受害者 正在展開清查 積極協助外籍的受害者 原民立委吳立華二十號表示 他受理的案件 目前已經救回十億人 還有九人代員 過程中有些就是要付錢熟人 但是原住民家人 經濟困頓 幸好有各界的愛心幫忙 吳立華表示 贖金從一個月前的八十萬 六十萬 三十萬 這兩天行情已經降到十萬 他協助免息借款 目前已經開出五張借據 唯一條件就是孩子回臺 能夠正常生活 找份工作 最好在一年之內再分期還錢 記者 韓一璋子嘉 陳幻宇 臺北高雄報導